Uber去年来台提供轿车服务 但是持续被交通部认定违法 开出了4000多万元的罚单 不过台北高等行政法院判决交通部裁罚不当 而交通部则表示一定会再上诉 Uber来台两年多被交通部认定违法 甚至勒令停业 已经被开出3500万元的罚单 驾驶也挨罚1150万 但Uber边缴罚款边营业还告上了法院 最近台北高等行政法院就判决 认定公路总局裁罚不当 除了罚单的内容不够明确 因为Uber是登记资讯业 公路总局管的是运输业 能不能勒令停业也被法院质疑 交通部则强调一定会补足资料再上诉 但另一方面Uber还在大张旗鼓 扩张事业版图 老人他们要去看病的时候 或是使用拐杖的人士 或是有遮叠式的一个人影的人士 都可以使用Uber 标榜跟专业机构合作 训练40多位驾驶 要提供轻度障碍者轿车服务 但对于白排车违法的问题 Uber总经理不愿回应 记者会后就立即离开 交通部则强调 不管用任何形式来包装 Uber目前的营业模式 还是违法会持续开罚 记者林正午郭俊玲台北报导